玉谷瑶上演大结局的时候 石颖和石宇的结局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石颖放弃皇位 成为摄政王 石宇在战乱中死去 没有登上皇位 这样的一个结果对比之后 令人唏嘘不已 为什么会这样呢 林毅玉谷瑶石颖放弃皇位 反而成就了他的梦想 玉谷瑶里的石颖 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他放弃皇位 让很多人感到不理解 因为石颖还有一个使命 那就是带领空桑国走向辉煌 只是石颖却有另外的想法 那就是他想和心爱之人朱延一起生活 所以石颖和朱延在一起后 他们的生活自由自在 无忧无虑 令人眼前一亮 这才是石颖的内心追求 和名利无关 进一步来看 石颖这一生经历了很多艰难困苦 他也知道自己目前的处境充满了变化 所以石颖经历世事沧桑后 渐渐地懂得把自己的位置放低 才能感受到生活的轻盈 这不 石颖对皇位不感兴趣 他就扶持了石宇的儿子成为皇帝 于是石颖顺其自然地安享晚年 这才是一个人最好的规划和归宿 林二玉谷摇石颖没有活到最后 和个人命运有关 石颖也是空桑国的皇位继承人 他没有成为这个国家的皇帝 却迎来了一个悲惨的结局 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石颖的武艺不如石颖 他追求自己的爱情和梦想 喜欢和白雪英一起外出游玩 如此一来 石颖自然不具备一国皇帝的才能 在命运的安排下 石颖遭遇叛军的战乱 也就结束了生命 石颖这一生可谓是惊心动魄的 他虽然得到家人的光华 看起来过得很美好 但是人生的结局出现了一个新的走向 这样的结果 让人感受到命运的无常 林三玉谷摇 石颖和石颖的结局不一样 原因何在 玉谷摇里的石颖和石颖 都是皇位的继承人 他们的结局不一样 原因有以下三个 第一个原因 石颖背后和大司命和崇明等神人相助 确保他安全无忧 而石颖背后虽然有他母亲的助力 但是自己的才华和实力却既不如人 第二个原因 石颖命不该绝 石颖却没有人能够复活他 石颖的修为很大 他无意超群 德才兼备 具有正义感 石颖感情用时 没有生谋远虑 所以无法改变命运 扭转前框 所以石颖通过诸多因素改变自己后 他的命运也得到改写 但是石颖却按照命运的发展变化 没有做出太大的改变来 对比石颖和石颖两个人物 不难发现石颖改命成功 所以他才有了一番作为 石颖按部就班 没有为未来做规划 所以也就安于现状 综合各方面的条件和因素 石颖比石颖更加优秀 他懂得主宰自己的命运 而石颖没有改变命运 这就是玉谷瑶告诉观众的一个答案 朱颜是一位赤足郡主 热情仗义 雄华大义 而石颖则是一个孤高清朗 多年来尘封心灵的空丧世子 三年前 石颖在寻找守护封印的九一山的过程中 与朱颜相遇 当时后者请求前者拯救濒临死亡的娇人纸约 石少侠虽然答应了 但由于朱姑娘的师父大肆命的干扰 计划失败 朱姑娘因此对石颖花恨在心 然而 二者相处的过程中 石颖逐渐感受到朱颜的坦诚和真诚 开始放下内心的隔阂 让观众为之动容 林一白王混沌 故事里除了二人 还有三位父亲的命运同样值得关注 本文将重点探讨 白王 这位执掌白族的统治者 对待白凤的特殊关照实在让人称赞 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 还是在成长道路上 他一直默默地保护和扶持着他 帮助他成为一名强大的战士 这种关心与呵护 也让白凤深感心存感激 然而 就在人们对白王的善行赞叹不已之际 他的真实身份却露出了令人意外的一面 原来 白王竟是云荒大陆上一股邪恶势力的领袖 他在幕后操纵着一系列阴谋和事件 试图掌控整个云荒大陆 成为真正的霸主 这个发现着实令人震惊 我们曾经对他的信任和敬仰都变得脆弱起来 在最终的决战中 白王面对石影和朱颜联军的团结抵抗 他的野心和肆欲也遭受了致命的打击 尽管他尽力挣扎 但最终还是败给了石影和朱颜的联军 堕入了死亡的深渊 他的故事无疑是一个关于欺骗与背叛的警示 告诉我们 正义和善良是无法被虚假的外表所掩盖的 白王的背叛 让石影和朱颜及时揭示了他的真实面目 最终将他击败 02赤王一死 赤王哪一位身份贤赫 全是熏天的赤族首领 也是朱颜的慈父 为了保护自己的族人和维护赤族的利益 他不惜一切手段 在剧情中 赤王与空桑国的世子男主结下了深仇大恨 他们的纷争源自封印 赤王渴望解开这个封印 以获得更强大的力量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他不惜牺牲自己的爱女 将他嫁给魔君 以此换取魔族的帮助 然而 赤王的计划最终以失败告终 石颖和朱颜联手对抗魔君 成功挫败了赤王的阴谋 在这场激战中 死亡也不幸受到了重伤 最终不幸离世 赤王乃是充满权谋和野心的反派角色 他为了族人的未来和自身的追求 不惜背离道义和伦理 甚至牺牲自己至亲 然而 他的权力欲望最终被石颖和朱颜的勇气与坚定所战胜 这个角色的命运 也让我们反思了欲望与毁灭之间的辩证关系 林三生还之喜 北冕帝 一个睿智而仁慈的君主 一直以来都欣喜百姓 深受空桑王朝子民的热爱和尊重 然而 在剧情中 他卷入了同对立势力的斗争 遭受了失败和对方的陷害 尽管此地在逃亡的过程中被敌军追上并俘虏 但人们不禁为他的结局感到万分庆幸 为何 原著中 幸运的是 北冕帝在这令人不安的一系列事件中并没有丧命 这可以说是一种不幸中的万幸 虽然他经历了残忍的对待 但他以意志力和智慧 顽强地生存下来 在敌人的囚禁下 他保持着冷静和乐观 不仅没有放弃 还积极寻找解救的机会 正是因为北冕帝的坚韧和智慧 他最终得以化险为夷 让人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男主父亲的声还成为了观众心中的喜事 北冕帝的归来 不仅为空桑王朝带来了无限的希望和力量 也让人们重新燃起对他的爱戴之情 他的坚强和智慧成为了子民们学习的楷模和榜样 人们纷纷为他助起坚实的支持支柱 在这个故事中 北冕帝虽然经历了曲折的命运 但他的声还让观众看到了希望和幸福的可能性 他的坚定不屈和智慧化解了他遭遇的危机 带来了新的起点和新的希望 因此 尽管结局并非完美如意 但北冕帝的生还仍然是这个故事中的一大喜事 让人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展望 玉谷摇关宣大结局点印 价格不高 三种方法实现 由肖战 人民领衔主演的古装电视剧《玉谷摇大结局》开启点印里 可以解锁全集 换句话说 广大观众可以直接看完大结局的 这个消息无疑令无数粉丝兴奋 关于这三种方法 分别是积分兑换 抽奖和18元一次性解锁六集 价格不算高的 在电视剧《玉谷摇》中 肖战饰演的时影是一个充满情感和故事的角色 他的命运和人生经历 让观众们深刻地感受到了人定胜天的精神内核 同时肖战在角色演艺方面的专业素养和出色表现 也为观众们带来了深刻的印象和感动 在剧中 石影是一个绅士复杂的人物 他的母亲为了保护他 不得不假死离开他的父亲 最终吞探而亡 这一事件对石影的打击非常大 他自责自己的存在害死了母亲 同时也对母亲的死因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在这个过程中 他不断地挣扎和探索 努力寻找真相和自己的命运 肖战在演艺石影的过程中 充分展现了自己的专业素养和人物塑造能力 在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时 他表现出了难以置信和悲痛欲绝的情感 让观众们感同身受 在表现母亲去世的原因时 他深入角色内心 将母亲的牺牲和自己的自责表现的淋漓尽致 在和大私命对话时 他的情感层次分明 从愤怒到冷静再到决绝 让观众们看到了他内心的挣扎和思考 值得一提的是 与古摇关宣大结局点印 观众们可以一字性解锁全集内容 直接看完大结局 这对于剧民们来说无疑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 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 能够一字性看到自己心仪的电视剧的大结局 无疑是一种满足感和幸福感的体现 同时 这也让观众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感受 这部剧的精神内核和价值观 其实 肖战的表演不仅仅是在情感上的表达 还有动作和细节的处理 在得知母亲去世后 他穿着厚重的西服 在炎热的夏天演绎着角色的情感变化 他的动作和表情都非常真实自然 在和大四命对话时 他的眼神和手势都展现出了角色的内心情感 让观众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了角色的思考和决定 肖战在《御谷遥》中的表演不仅仅是一次职业任务 更是一次对角色的深入理解和探索 他在准备过程中非常认真逃入 从剧本围读到定装 再到开机前的反复磨合和对手演员的交流 他不断地思考和探索角色的内心世界和人物性格 在拍摄过程中 他更是发挥了自己的专业素养和表演天赋 将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 让观众们深刻地感受到了时影的命运和人生经历 除了肖战的出色表演 电视剧《御谷遥》还通过丰富的剧情和细节处理 展现了人定胜天的精神内核 在剧中 时影不断地面对命运的挑战和考验 但他并没有被命运所束缚 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 一步步地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他的成长历程充满了挫折和困难 但他始终坚信自己的信念和追求 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和愿望 《御谷遥》的剧情和细节处理也非常出色 剧情紧凑而丰富 每一个情节都紧扣主题 展现了角色的命运和人性的复杂性 细节处理也非常到位 从服装道具到场景布置 都展现出了古装剧的精致和美感 这些细节的处理不仅让观众们更加深入地感受到剧情的氛围和情感 同时也为演员的表演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写在结尾 总之 《御谷遥》是一部充满情感和人性的电视剧作品 肖战在其中的出色表演和角色演绎 为整个故事注入了深刻的情感和灵魂 同时 《御谷遥》所展现的人定胜天的精神内核 也让观众们深刻地感受到了故事的主题和价值 这部电视剧不仅仅是一部娱乐作品 更是一部具有深刻内涵和文化价值的作品 值得观众们深入品味和思考 记录肖战 记录和他相关的一切 小景笔记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让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人吧